欢迎收看今天的产业劲爆 我是宇宗翰 马上来带您看到今天的产业动态 鸿海供半导体抢供5G AI 5G竞标台湾大远船呼吁要大频宽 长荣航希望今年全年不要亏损 国际大厂奔抢进台湾肉毒感情市场 来关心台股 台股今天受全王台积电出息影响 指数开盘蒸发69.3点 不过开盘不久大盘持稳表态 盘中台积电稳朝田席路上扬 股王大力光也回神 加上台速三宝等传产全支股出头撑盘 指数盘中跌幅收链 五日限时而复得 分析认为虽然指数今天受台积电出息影响 但整体架构仍然强势 且上周大盘大涨短线有乖离修正压力 修正完毕后仍有力指数持续震荡创高 提供给你参考 接下来请看今天的财经100秒 华尔街日报报导 美国政府拟要求国境内所使用的5G设备 都必须在中国境外的地区生产 如果消息属实 恐将迫使诺基亚和爱立信等电信巨头 将生产移到中国境外地区 随着美中贸易战升温 中国经济成长减缓 及中汽竞争加剧 韩国企业在中国销售遭到重创 包括三星电子 乐镜电子 现代汽车等知名寒气 已经开始将产能撤离中国 台积电24日除全息登场 每股配发发源现金鼓励 影响加纯指数蒸发69.3点 市值减少2074亿元 法人指出台积电近三年 不仅现金鼓励越发越高 而且天息速度不断刷新记录 约3到32天之间 法商加勒福23日表示 已将他们中国市场的80% 事业出售给中国连锁零售龙头 苏宁易购网 加勒福中国1995年 正式进入中国大陆市场 目前拥有210家大卖场 及24家便利店 2018年加勒福中国营收 比2017年下滑近10% 金唐人亚海电视证据报道 雅妮上午股东会 不过场面可以说有些混乱 徐旭东一开始发言不到10分钟 小股东突然间发言 还有环团拉出布条抗议 场面一度吵闹不堪 董事长徐旭东也动怒 表示尊重股东的发言 但要遵从程序 雅妮会后发出新闻稿 对于抗议脱续行为表示遗憾 你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 我这样 这个解决 徐旭东在的照应 你们能解决吗 雅妮股东会 徐旭东开场发言 没几分钟就被打断 气氛急转直下 华妮三千 现场变弹 班雅妮自救会 环团成员高举不调 股东会现场乱成一片 更是闹轰轰 会议三度中断 环团外头召开记者会 指引雅妮花莲新城矿场 未来去向 现在雅妮又取得20年的展颜期限 要挖到126年 我们要问的问题是说 你们是不是挖到这个时候 就结束了 就全面撤场了 今天你的祖宗 已经同意做这些事情 你两三代之后来complain 我们同情 我们同情 好 请坐下 雅妮花莲厂员工 带四五十位北上深远公司 而公司方环团双方各说各话 许徐东表示 未来矿场结束营运之后 会朝观光场域转型发展 挖了不能再挖 那么我们应该停掉 那个什么时候 我今天也讲不出 把那个区域会将来变成一个 很好的观光区 也没有不对 我们挖的这个洞 我们将来会做成一个服务 资深国民黄雪芬送上鲜花 稍稍缓解现场气氛 雅妮发布声明表示 针对抗疫脱续行为表示遗憾 公司会在环境保护 经济发展寻求平衡点 至于下半年水泥产业景气 高层只是预估 稳定中成长 新台记事高见的审美同 台湾台北报道 带您看到今天的国际重要财经报纸讯息 红博社 全球零席债券首次超过13兆 金融时报 法国加勒博售出80%股权 果断引出中国市场 华尔街日报 美国考虑规定国内禁用中国产5G设备 日本经济新闻 美国slag创业想要扩大日本事业 市价2兆 随着消费者养生意识抬头 许多酿造业者纷纷投入有机生产 面对有机市场越来越激烈的竞争 昌华一家专精有机酿造的业者 反而乐看众多业者投入台湾有机市场 认为将直接的带动台湾有机农业的蓬勃发展 接下来的新闻 我们的镜头带您领略台湾有机酱油酿造哲学的理性与感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称为焖锯 焖锯的目的就是继续让酵素产生作用 它这样才有办法利用这些酵素 把豆子的蛋白质 脂肪 淀粉分解为更小的分子 比如分解为氨基酸 脂肪酸跟糖类 遵循传统酿造工艺 总经理高大瑶从焙锯 洗锯和焖锯中 找到完美的酿造比例 尤其酿造业离不开用水 高大瑶为了寻求最佳水源 从台中签厂到彰化社头 即便签厂工程浩大 高大瑶仍不屈不挠 逐一完成理想的酿造基地 高大瑶之所以会这么坚持 要从他离癌的太太说起 做的初衷就是因为太太她 就是有得乳癌嘛 然后就是从一般的饮食 当中就是改成生机饮食 就是吃有机的蔬菜 那当然希望说有有机的这些 调味料酱油 实体不开的基本的配备 高大瑶就像是一位精品的收藏家 为寻求理想素材 造访各国 走遍台湾 终于找到心目中的梦幻有机小李黑豆 就在屏东恒春 恒春半岛这个地方我蛮喜欢的就是它 晴空万里都没有埋害 那再加上有这个天然的这个洛杉丰 可以防虫 所以有时候也跟朋友开玩笑 这好像是我们的秘密基地啊 这一个秘密基地的成员 有高大瑶 还有当地的小农 多年前 因高大瑶的到访 恒春的小李黑豆 有了新的契机 因缘巧合下 高大瑶受屏东满洲农会委托 代供生产无农药化肥的黑豆酱油 而后高大瑶更吸手农民 与其他地区农友器作 开发本土原料 对农民也好 对本身厂商也好 如果厂商能够要求一个比较高品质的产品 对厂商好 那有厂商来跟我们说过 当然我们不用去担心 我们种出来的东西没有通路嘛 还没有人来买 人家说from farm to table嘛 你就是要从农场这个种植 就是要去把关 你才能够杜绝这个食安事件 高大瑶细心保存 得来不易的珍贵原料 在厂区内 特别打造了一座大冰箱 来存放这些原物料 有机的话 它从田间采收过来 那我们也没有熏 像二氧化硫这一类的驱虫剂 所以当你如果放在常温 它很可能这些充染都会孵化出来 所以一定要放在低温冷藏 高大瑶出身酱油世家 具有药师背景 因此对自己酿的酱油 更加严谨挑剔 制成采用二次酿造 选用成本较高的有机黑豆 澳洲海盐和蔗糖 并成立实验室检测产品品质 随着消费者养生意识抬头 许多酿造业者投入有机生产 面对市场越来越竞争 尊敬有机酿造的高大瑶 将触角延伸到有机豆腐 有机豆浆超多元开发 并乐观看待有机市场发展 高大瑶的太太就是这一个微笑的起始点 虽然最终仍因癌离世 高大瑶不忘创业初衷 将这份温暖回忆 与专注体贴的心情 注入在酿造 化成微笑的延续动力 但您看到明天6月25号星期二 有哪些重要的财经活动 美国公布4月房价指数 日本公布4月经济限控指数 不为7号卫星发射升空 华航 联华 永峰于股东会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产业劲爆 我是宇宗翰 我们明天再见 明天见